民进党台北上参选陈时中免制马桶的宣传片 被网友大搞哭搜 结果呢 日前竞选总干事吴思瑶竟然说 要对网友提告 好还不到一天之后 负责网络部的焦糖葛葛发文澄清 不是提告只是报案 当然这个说法呢让网友很傻眼 直呼拜托他退出团队 不要再害陈时中了 台北市员王洪威就说 显然整个团队的内部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 因为各个派系都想要进去卡位 想要分一杯羹 认为陈时中恐怕已经被架空 成了傀儡 竞选总干事吴思瑶才刚发声明 说要找出二创影片的源头并且提告 没想到不到一天时间 负责网络社群操盘的焦糖葛葛陈嘉行 就发文强调是报案不是提告 我们借由提告的方式 就是希望能够揪出 这个不法作为的元凶 除了提告之外 也要呼吁所有的我们的朋友们 那有这样的造假影片 千万不要来转传 我们应该是报案吧 在我所知道的是报案 他如果超过底线 那我们也是一样去处理 但是我们不会任意的这样提告 把网友Kuso的创意定调为造假 还呼吁民众不要转传 只是一下说要告 一下又说不告 搞得大家真的好乱 绿营支持者也纷纷留言 拜托焦糖葛葛退出竞选团队 为什么会有一个个人的问题呢 我们是一个团队 那团队都是警察会 过去说不清楚焦糖葛葛负责什么职务 现在则是力挺团队成员 只不过细数近期 陈时中争议不断 从免治马桶宣传片开始 到社群大平台政策被一问三不知 再加上正二代幕僚名单曝光 引发仇恨之不禁让外界质疑 陈时中团队内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陈时中团队最重要的问题还是 派系看起来是要等着分赃 然后未来去抢位子而已 派系之间呢恐怕也是明争暗斗 甚至呢被架空变成傀儡 连很多的政策他都不知情 那所以呢现在整个大家反而是内斗 现在民进党这些人恐怕他们派系认为 在整个北台湾只有陈时中 可以有机会胜选吧 所以所有的人都望这个陈时中的团队去塞 王宏威说得很白 认为关键就是派系斗争 大家都想极尽最有机会胜选的阵营 等着分赃 正二代未必是错啦 但是前提是说你自己要出来选啦 表面上他们好可怜啊 去占了一些那个位子啊从基层做起 你想一想那个就是典型的战缺 战缺了以后呢 未来他们就是权贵政治 好未来他们就是局处找 他们没有能力啊很拍奖啊 顶多做个梗图这样好玩而已啊 一秋之河 我看是没救了 如果再不好好整合内部分争 拿回主导权恐怕年底选票 只会越分越少 接着饶永中留之宇台北报道 好针对这件事情 我有看到这个聊天室当中的围棋 他留言提到了对网友提告 现在被网友讨厌了 好另外呢 持续还有看到Fisherly跟CITU的加入 还有看到韩信跟SUVPN也来报道了 他还留言说 现在是在强卡位吗 好当然我们继续再来看到 陈时中他日前发布了这个宣传片之后 内容涉及的偷窥 结果就被网友KUSO二创 竞选总部报警反制 引发了外界踏发 不过在前天改口称欢迎二创 无党籍的台北市场参选 黄珊珊在昨天批评陈时中 先提告再欢迎 这件事情他到底有没有定见呢 好国民党籍的参选 蒋万安则是抨击 陈时中前置王陆言论自由 好大的官威呀 好看到风向不对又立刻改口 上书大人真是机灵啊 艺人杨成林日前在大陆的综艺节目说 在台湾吃海鲜是奢侈的 结果引爆绿营群起围剿 但是随着舆论风向转为之一 蔡政府不应该追杀国民 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 在脸书发文暗示 点起杨成林的网络站的人 可能跟红军有关 结果遭到外界质疑说 这个说法根本就是在甩锅 对此无党籍的台北市场参选 黄珊珊在昨天也开酸了 难道内政部方面也被红军渗透吗 国民党的台北市场参选蒋万安批评 这实在是太牵强了吧 好 刚刚我在聊天室当中 有看到对岸的网友 好像有在问台湾的选举 到底要花多少钱 现在答案已经来咯 在选举台面下的金流是很可观的 花费最大笔的就是广告文宣 为了提高知名度 让政界能够扩散 拍摄一支广告 制作费用少说也要数百万 如果制作了多支的影片 加上购买时段开销 都是千万元以上 好 另外呢 无论是市长或是立委的选举 候选人嘛 其实都会照顾议员还有里长 给点资源来帮忙小鸡 这个部分呢 也是花费蛮可观的 实际调查近期的选战金流 台面数字呢 大约只占了开销的一半 选一位直辖市长 可以花超过三亿元 立委的部分 则是大约要花三千万 好 另外呢 在每年选举期间 都潜藏看不见的金流 这个部分呢 就是特别是各地的 四个小朋友的助选传闻 只不过手法也是不断的翻新 在台南的地方人士指出了 近年查会越来越严 二十到三十年前 挨家挨户的传统买票模式 现在已不复建 大部分呢 是以绑装的方式 规避检警的查契 偏乡在买票的价码 大约是一千到两千块钱 但是这个部分呢 只有针对亲朋好友 而且大部分是以年长者为主 这一次里长的选举 听说有人就开出了一千块钱 民众党党主席 柯文哲到了新竹的香山 帮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候选 高宏安站台 好 民进党的新竹市长候选 沈慧宏批评了 高宏安你就是一个观光客 再带一个为了选举 才会关心新竹市建设的党主席 观光客带观光客 当然就只能够走马看花 不过针对了传出 林志坚回房新竹 要来帮沈慧宏扶选 高宏安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他反问的是 林志坚不是还有另外一个 捍卫清白的战场吗 那么他现在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过去林志坚前市长 确实在新竹市的这个选举 确实有一些经验 那我相信说 他的一个团队来加入到这个团队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预计 到问题就整合的问题 因为毕竟两个候选人还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属性 那怎么样能够讲这个利器去整合进来 确实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吧 那当然也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林志坚前市长本人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战场 也就是说他曾经说过 他要去捍卫清白的战场 那也提到过说 他会留在桃园 来跟这个桃园 当时好像有一个叫桃园三结役的 这个跟郑运棚一起 跟郑文燦一起来这个 把桃园的选战打好 那如果说当时他在 我记得在庙里面有做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宣誓说 他会想办法来帮助桃园的话 那现在他本人到底是在新竹打 还是打选战 还是在桃园打选战 还是他在捍卫清白的战场 打这个战争 我想这都是一个 让大家其实也蛮摸不透 他到底现在要做什么 但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我们自己这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步调来走 好民进党的脸书粉丝专页 日前贴出了一张集合了总统部会首长 还有现任或是即将参选的 县市首长的照片 这张照片呢 上头写着月圆人团圆 要祝各位中秋佳节愉快 好从照片上最上方来看呢 依序是行政院长苏贞昌 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 还有立法院长邮锡坤 第二排则是基隆市长林又昌 桃园市长郑文燦 屏东县长潘梦安 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 台南市长黄伟哲 但是呢网友眼尖立刻发现 贺卡里头怎么没有刚刚丢掉 两个硕士的林志坚呢 蔡英文不是才说 全体选对会一样支持林志坚吗 但是没有想到贺卡上就没了他 佳节的时候 真的是让人分外觉得事态炎凉啊 还要来看到的是 张善政涉及的研究计划争议 民进党的桃园市长参选 郑运鹏说了 张善政啊 认为媒体用挤牙膏的方式来报道 其实牙膏可以自己挤啊 而把事情推给保密条款 就是不愿意负责 故意再拖延 这样的市长候选人 没有办法让市民放心 好张善政对此回应表示 他一向是光明磊落 没什么好检讨的 反倒是绿营有些朋友 自己应该要出来 检讨道歉 现在绿营透过媒体或是测译 不断地用挤牙膏的方式 放出一些不实的抹黑的资讯 就绝对不是我们最佳的时机 我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好检讨的 反倒是绿营有些朋友 自己应该出来检讨道歉 到现在都没有发表任何的声明 我觉得很纳闷 院本委员纳闷觉得说 院长在这部分都选择在逃避 没有认真面对 我刚刚已经讲了 没有什么好逃避的 光明正大光明磊落 没有什么好逃避的 谢谢 在节庆和宗教场合结合的活动 现在已经成为政治人物拉票的重要行程了 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一回的 九和一大选登记之后 第一个重大节日就是中秋节了 各个参选的行程可以说是满党 民进党的台北市场参选 陈时中在英系的力挺之下 从这一回的宗教后援会的成立 就不难看出他们要行速成为 支持小英就等于支持阿中的氛围 而且呢外界也评估的是 绿营现在不断在打出宗教牌拉票中 时事评论谢寒冰说了 陈时中他引以为傲的防疫表现 不断遭到外界的打脸 就连20到29岁的民调都落后 原本想要苦手宣传的影片 被揶揄之后 而且也恼羞成怒说要提告 没有想到引发反弹之后又转弯 现在操作已经陷入多头马车 陈时中现在其实很明显的 他陷入多头马车 然后负值其余 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条路走 因为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他其实没有核心的政策 那过去的他所谓的政绩 他提起来是被人家笑 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什么他两年多没有休假 他只要敢提这件事情 人家马上就把他喝红酒 把他那个跑趴的 这个影片用厨具拿出来再放一次 他就没脸再继续讲下去了嘛 然后你要说你防疫多好多好 现在我们死的人已经破万了 对不对 然后疫情又开始在升高 防疫到底要好在哪里 疫苗每次都买的比人家慢 然后快筛你找了这些英识的小吃店来 所以你什么东西都不能提嘛 所以陈忠宗现在就完全是空的 然后他想去打年轻人的议题 因为他看到有史以来 大家就这样自由做的民调 他虽然做的民调是陈忠宗营 可是居然在29岁以下 年轻人他居然是输的 是三个人头最低的 所以他整个急了 急了就希望打年轻人的牌 想把年轻人拉回来 那拉回来之后 结果就被人家这样嘲笑 这个恼羞成怒就说要去报警 请大家注意报警跟提告真的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这个动作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他现在又发觉不对了 因为你这样子年轻人喜欢二创 你这样一搞谁还敢二创你的东西 那你就是跟年轻人对着打嘛 对着打之后他就发觉不行 在网路上要起一波声浪之后 他只好赶快修正回来说欢迎二创 可是徐晓晴叫我们翻译翻译 我觉得很好翻译啊 就是欢迎二创但是我会报警 知尊讲我好了不准叫我坏了 二创通常都是带点嘲讽 带点野鱼 然后带点搞笑 不然的话谁要去二创 圣经八百的二创干什么 圣经无聊吃饱的撑着 所以这个人就是什么 就是没那个屁股就不要吃这个蟹药 你既然敢叫人家二创 你就要杜亮要有胸襟去忍耐 人家的嘲讽野鱼 但是你没有办法忍耐 要去做这种东西 我跟你讲他越是这样讲 我觉得网友二搞他会越厉害 来让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 好